加入豪门对于一个圈中人而言并不是一件难事 无论是郭宾廷做相事儿媳 还是西梦瑶生何家第一长孙 豪门婚姻似乎看起来都是完美的 然而豪门婚姻就像是一场豪赌 并不是人人都可以那么幸运 刘涛便是那赌书之人 从模范妻子到人设崩塌 刘涛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刘涛凭借一部方言喜剧《外来媳妇本地狼》进入娱乐圈 他凭借剧中精明能干的三媳妇 被台湾金牌制作人杨佩佩一眼相中 之后他又被邀约参加了《还珠格格3》的拍摄 对于刚刚出道的新人来讲 能被正火遍大江南北的电视剧剧组相中 可谓是极大的荣幸 刘涛兴奋不已 他满怀信心和期待地来到了剧组现场 然而却被现实泼了一头的冷水 一上来 导演就给了他足足午夜纸全是蔡明的剧本 便命令他一个晚上拿下里面的所有内容 这让他无比地吃惊 刘涛吃惊之余并没有退缩 由于他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传统家庭 亲人的排挤让这个小女孩从小就有一股子韧紧 面对如此艰巨的挑战 刘涛二话不说便一头扎进了剧本里 开启了狂奈的模式 第二天一早 刘涛向导演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导演被这个女生身上的韧紧所打动 再加上他在片场一直保持虚心求教的态度 在整个排戏期间 刘涛不少得到导演的夸奖 当《还珠格格3》播出之后 刘涛顺时间吸粉无数 成为了大众心中的姚女郎 小有名气的刘涛紧接着 又与胡军搭档出演《天龙八部》 他凭借聪明灵动的阿珠声名大噪 并一举拿下了金南方奖最具魅力女演员奖 刘涛一举成名 他手里的剧本借到手软 《末代黄飞》原来就是你 《白蛇传》《问君能有几多愁》等等 步步剧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刘涛有往一线演员发展的趋势 然而就当他的事业正如火中天的发展时 他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刘涛在拍摄《天龙八部》的时候 遇到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一任男朋友 台湾建筑师李伟明 《二人情投意合》开启了一段长达四年的爱情故事 恋情期间两个人的感情一直很稳定 甚至都达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2005年李伟明计划为他举办一场浪漫的求婚 表达想要和他共度余生的想法 然而这样的想法却被刘涛无情地拒绝了 刘涛认为那时的自己正处在事业的巅峰时期 此时结婚无疑会影响到自己的事业 因此驳回了李伟明的想法 因为此事二人还大吵了一架 不久之后二人便结束了这段长达四年的爱情故事 然而以事业为重的刘涛转身便和一个相识20天的王科 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王科究竟是何方神圣 能让刘涛愿意步入婚姻的殿堂 有一次刘涛录完节目 在电梯里与王科相遇 王科便一眼相众面前这位亭亭玉丽的女孩 在之后的几天里 王科便自导自演地制造机会 进行偶遇 等刘涛逐渐对他产生好感之时 王科便开始嘘寒问暖 以及送上各种名牌礼物 这时刘涛从侧面了解到 王科是京城四少之一 年仅27岁 身价就远超200亿 经名下还有好几家投资公司 面对如此优秀 而且穷追不舍的王科 刘涛心动了 仅仅相处了20来天 两人就确定了关系 并办理了结婚证 2008年初 两人在相识的地方 举办了盛大的梦幻典礼 现场的阵仗 被当时的记者称之为 全京城最豪华的婚礼 北京的名人基本上 全部出席他们的活动现场 王科为了表达对刘涛真情实感的爱 不惜花重金包下了好几十辆豪车 以及私人飞机 或许刘涛是被自己丈夫的用心给打动了 在婚礼现场 刘涛激动地说 在这里我要宣布 从今天开始 我决定退出娱乐圈 此话一出 在场的所有来宾都为之感到震惊 王科也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的妻子会为了自己放弃事业 对此 王科感动不已 婚后 两人共同度过了一段甜蜜的时光 并在同年 刘涛为王科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然而 正当刘涛以为自己要稳坐豪门太太一位时 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 让他们的豪门梦灰飞烟灭 结婚仅一年的时间 全球经济危机爆发 王科的百亿家产瞬间败光 除此以外 还背上了四亿多的债务 这样的消息 对于王科而言 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从小养尊处优的 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 一瞬间 他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 经受不住打击的王科 患上了抑郁症 这一家人眼看就要分道养镳了 而那时候的刘涛正怀着二胎 一边是整日靠药物维持的丈夫 一边是嗷嗷待谱的孩子 刘涛告诉自己 自己千万不能再垮掉了 否则这一家真的就要散伙了 无奈的刘涛做出了一个打脸的决定 为了能够尽快地还清债务 刘涛选择重返娱乐圈 消失不到一年时间的刘涛 再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 然而这一次的付出 刘涛的资源已经远远不如以前了 刘涛的团队得知他此次付出的真相以后 问他 你觉得拍多久才能还清债务 刘涛说 我不知道 十年还是二十年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刘涛确实没有想过 自己得多长时间才能还清债务 但是他此次的付出 被冠以拼命三娘的称号 刘涛知道 自己的名气已经大不如以前 所以他不挑剧本 不挑角色 只要有人愿意用他 他丝毫不会犹豫直接就答应了 在仅仅一年的时间里 刘涛足足接了18部戏 也正是从那开始 曾经的实力派演员被扣上了烂片之王的名声 然而刘涛对此丝毫不介意 拍戏之余 他还狂接综艺以及商演活动 只要可以挣钱 他什么都愿意做 为了加快还款的日程 刘涛也开辟新领域 做起了直播带货 他的首场直播就创造了1.48亿的成绩 直逼当时的李佳琪和薇娅 因此刘涛被界内称之为刘一刀 刘涛凭借这一股拼劲 仅仅五年时间 他便替丈夫还清了四亿多的债务 还清债务以后的刘涛并没有选择就此把手 反而在荧幕上更加的活跃 广告 杂志 代言 综艺 影视剧 直播带货样样都没有落下 刘涛活生生的变成了一个赚钱机器 然而就是这样活跃在荧幕上面的刘涛 他给观众留下了什么 绯闻频发 人设崩塌 2016年 内鱼第一狗仔桌伟爆出 L系女星陪睡的大瓜 这让舆论的矛头纷纷指向了刘涛 网上一时间传闻不断 这引起了刘涛的好友蒋欣的纷纷不平 蒋欣站出来力挺刘涛 并转发了桌伟所谓的爆料并配文 伤害我的姐妹刘涛就是伤害我 本是一片好心想要帮助自家的姐妹 没曾想这样的举动直接又将刘涛推上了风口浪尖 网友又发出他之前和健身教练在一起的照片 照片中 健身教练轻搂刘涛的腰 两人有说有笑 关系显得十分的亲密 这让网友直呼 刘涛你是个有妇之夫呀 然而 就是这位有妇之夫 在2020年又传出离婚的绯闻 那时候离婚的缘由就是网传的强睡门事件 刘涛在剧组拍戏期间一眼相中了一个小鲜肉 他便向小鲜肉提出要陪他一晚 否则就将他的戏份全部删掉 这件事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 一度传出刘涛夫妇二人正在为此事闹离婚 之后刘涛工作室出面发声 夫妻二人关系很好 打破二人闹不和的传闻 但对强睡门一事从未做出过任何回应 其实这不是王柯第一次对刘涛感到不满 早在债务刚刚还清之时 一场宴席上面 王柯借喝点酒当众开玩笑说道 戏子来闲就是快呀 这样的话让在座的客人唐木结舌 而刘涛只是低头默默不语 随着私生活混乱的传闻越传越多 刘涛的演技也遭到了质疑 最近两三年时间 刘涛依旧频频出现在各个电视剧当中 然而似乎并没有激起过任何的浪花 开端当中的短发局长 只是会紧皱眉头 一副紧张兮兮的模样 让网友纷纷质疑 这还是当年那个国民女神刘涛吗 县委大院当中的县委宣传部部长李唐 网友评论 刘涛将部长刻画得过于刻板空洞 根本看不出来一个领导班子的模样 而对于现代都市剧 《我是真的爱你》 以及《嫁人暖洋洋》二 刘涛在里面扮演的精英 总是让人联想到她在《欢乐颂》当中的安迪 网友纷纷调侃道 这是安迪塑造的太成功了吗 演技退化是观众对她最多的评价 作为妻子 刘涛在丈夫面临困难面前选择同甘 这一点是值得尊敬的 而作为演员 她前妻的作品也是值得肯定的 如今已经没有债务产生的刘涛 希望她能够重拾初心 静下心来磨念演技 我们期待那个实力派演员刘涛王者归来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